你 你今天怎么了 有什么事吗 我没事 你接着给学生们上课吧 再来 咏春拳讲究以攻为守 在防守的同时 用你们的拳脚迅速攻击 再来 甚至于你们可以不用管他们的拳 去直接攻击他们 好 出招时一定要准确 关键是要快 快到速度的极限 你看 好 你们现在看到的 就是所谓的削打 以打为削 你们记住 一个水的特性 水无形无态 无孔无入 它是世界上最软的物质 但是 它可以渗透进最硬的花缸眼里 所以要记住 来 继续 来 跟着我坐 一 二 四 三 四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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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三 三 五 五 五 你的意思是 要我向他们收钱是吗 也不是 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情 那个叫山本康福的 空舍道六段 已经来到西雅图 是吗 为什么不告诉我 他住在哪里 我们快去找他 你知道吗 在西雅图自从打败你以后 我就再也没有找到对手 我都快要憋不住了 他来得正好 你替我向他下战书 你知道吗 我们习武的人 要是没有高手的对练和刺激 那滋味是很不好受的 快 你快去找他去 你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以前我在这里立门户 日本的武术大师们 多少给我点面子 自从我败在你的门下 他们已经对我不客气了 那打败他呀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不管他是东洋人还是西洋人 只要你打败他 他心里就服了 说不定他还会败我为师呢 小罗 可是你不知道 自从宇天教练和我闹饭以后 专门请来山本纲夫来西雅图 目标只有一个 就是为了打败你 那就更刺激了 我正好拳头痒痒 我就看看他怎么样来打败我 最近一段时间 你不要去跑外卖送报纸来 好好准备一下 这钱你拿回去 你赶快收起来 我跟你说过 我不会接受任何人的施舍 哪怕是我的父母 我能自己照顾自己 这不是施舍 你马上就要赚钱了 为什么 办武馆 收费的武馆 行了行了 现在先不去想办武馆的事情 最主要的 你要把山本纲夫给我找出来 我要跟他练练 他最近就会来找你 那我等着他 小龙 今天呢你是我的客人 我去给你啊 张了点菜 小龙 我真恨你 你走了这么长时间 也不和我联系 你掉进太平洋了吗 你又打架了吗 又受伤了没有 小龙 我现在已经毕业了 我非常地想念你 虽然我爸爸妈妈 不希望我和一个爱惹事的年轻人交往 可是 我还是从伯母那里知道了你的地址 只要你回来 我就会嫁给你 我们可以一起到演艺圈去打拼 我们还可以赚好多好多的钱 我不想让你再练什么武术 我不愿意看着你整天打打闹闹的 小龙 回来吧 小龙你知道吗 只有我还在默默地等着你 我希望你马上回来 你不能把我一个人丢在香港啊 等等我 我那个有时候转职的发力 我还掌握不了 我觉得你发力的位置有问题 应该这样 小龙 好 不打扰你们了 走啊 上我的车 你要绑架我去哪里啊 不是绑架 我带你去见一个人 谁啊 我爸爸 你爸爸 对啊 我不早就告诉过你 我爸爸昨天来美国了 专门来看你的 走吧 你爸爸要见我 我有点紧张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啊 你就说 你爱我 想娶我 那可不行 这不是吹牛吗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 没钱 拿什么娶你呢 只要你想娶我 钱的事情不用你发愁 为什么 我实话告诉你吧 其实我爸爸呀 他是钱能源部长 我们家特别有钱 原来你是部长的钱金啊 惊喜吧 惊喜 不 为什么 如果我爸爸是个平民 你就高兴了 你爸爸是平民也好 是个部长也罢 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 怎么会没关系啊 你未来的岳父大人 想要把女儿嫁给你啊 什么 你爸爸答应把你嫁给我 还要给我买别墅 汽车 是吗 对啊 不过不是在美国 而是在菲律宾 菲律宾 什么意思啊 好吧 我告诉你 我爸爸已经同意 让你休学和我一起回菲律宾 然后呢 他要在那里 帮你加入菲律宾国籍 在那里 我们住很大的海边别墅 我们呢 什么都不用做 就可以过得非常好 而且如果 你要是想读书的话 不管是在菲律宾 还是在英国都可以 我绝不会离开美国 小龙 你只不过是一个学哲学的 而我们现在生活的社会 是一个实用之上的社会 我不相信一个学哲学的 在美国能有什么发展 我要在美国 发展我的中国武术事业 我要努力 让我们的中国武术 成为世界上的第一波济术 你这是痴人说梦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 现代化兵器时代了 我不知道一个武师 能有多大的发展 我不但要成为一个 让美国人福气的 中国武术大师 我还要成为一个功夫哲学家 这是我的目标 好 就算你有你的目标 那又怎样 目标能当饭吃吗 能过日子吗 那么我呢 我可不愿意跟你过这样的日子 好 阿罗月 我问你 你喜欢我吗 当然 那你喜欢武术吗 我喜欢 好 我明白了 我们当初的相识 是因为我的武术 是因为武术 我们才走到了一起 你可以让你的爸爸接受我 可以给我买别墅 汽车 让我过上好日子 但你却不能接受我的武术 这太让我失望了 就因为我不喜欢你的武术吗 你说话 你干吗不理我呀 那我就告诉你 我在香港也有个女朋友 前几天 我的女朋友她写信给我 让我回香港 说要跟我结婚 可是我拒绝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就因为她不理解我 她也不喜欢武术 她把我心爱的武术事业 当成她的一个负担 甚至理解为打打闹闹 她认为我学的武术 是惹事生非 难道不是吗 难道你也是这样想的 我想我们的认识 是一场误会 你说什么 阿老爷我告诉你 我不会改变我自己的目标 如果你不改变初衷的话 我们只能这样来 小龙你知道你这样 伤害了我的感情吗 可是你也伤到了我的自尊 一个男人 最容不得别人伤害的东西 你知道是什么吗 是尊严 你现在的生活 让你感觉有尊严吗 这只是暂时的 我会努力把生活过好 就算为了我的图标 露宿街头 我也愿意接受你 小龙 你会为你用着的想法 付出代价的 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小龙 你会后悔的 绝不会 小龙 你难道想打一辈子这样吗 你难道要和你的武兄结婚吗 你回来 回来 你难道要吗 你难道不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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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你难道要看 你难道不想想想想想想办 你难道 Youtube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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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对不起 我打扰你了吗 不 我觉得 刚才的那幅画 实在是太美了 什么画 湛蓝的大海前 一位东方舞蹈家 用他优美的舞姿 诠释着某种神秘 你的想象力 真是够丰富的 我没猜错的话 你一定是学文学的 不 想象力并不是 学文学的人才有的 能问你个问题吗 当然 你刚才做的是什么 简直是一个 非常阳刚的舞蹈 你说舞蹈 这个说法真够新鲜的 我的问题很可笑吗 不如说 你的问题很哲学 舞蹈是一种艺术 而功夫是一种武术 本质上 它们有很多相同之处 我更愿意把功夫 也视为一种艺术 中国的武术 我认为是中国人特有的舞蹈 也是历史最悠久的舞蹈 真有趣 不过你的记性并不是太好 记性 你真的不记得了 什么 我叫琳达·艾蒙雷 琳达·艾蒙雷 你好 不 还记得在学校里 你给我们上的 有关太极的课吗 武术就是搏击 也许就是阴阳对抗吧 做个示范怎么样 你是琳达 是的 真是对不起 没关系 对了 我帮我告诉你了 普罗斯林 我现在已经是 华盛顿中立大学医学院 一年纪的学生了 照你这么说 我们现在是同学了 是的 真是对不起 我刚才 没有把你认出来 这只能说明 我长得不太初衷 不不不 你长得很初衷 拜拜 拜拜 一二三 一二三 你们再来一次 一二三 注意峡红的位置 守地 伸直 一二三 一二三 再来一次 我想可以变起眼圈 你觉得怎么样 那你可就是我的师妹了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哲学家 琳达小姐 怎么你的队伍里 只有男生呢 很遗憾 我教的这种中国舞蹈 通常只有男生感兴趣 不知道 算我一个行不行 当然当然 不过你坚持不了三天的 那可不一定哦 那就请吧 现在都转过来 同学们 跟我一起坐 一会儿 站好了 一 二 三 一二三 一二三 非常好 一二三 一 二 一二 一二三 一二三 二 一二 一二三 你们要记住 修炼功夫的目的 不仅仅是为了击破木板 或者是石块 更不是为了去打架 或者逞威法 我们更关心的是用它来 影响我们的整个思想 或者是生活方式 哲学家 您是在说哲学 还是在谈论功夫的 对 你忘了我给你们讲过 功夫包含着哲学 看来是中国功夫 并不在于四肢 是头脑的 你要是能够 持之以恒地练下去 你就会理解 什么是真正的中国功夫 今天就到这里 现在大家都要照顾 自己的肚子了